同学们好 我们这节课讲讲 傲美人偏见 说结实的问题 和带给我们的反思 这部小说轻松 又充满智慧 相信读完后 大家都会喜欢上它 我们现在看一下 奥斯丁在小说中 表达的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 相信对我们年轻人 会有所启发 一 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思考 从小说中四对年轻人 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 作者让我们看到 阶级地位和经济状况 对于婚姻的影响 那个时代 婚姻的本质 可以通过德布尔太太 对伊丽莎白的一番话 表露无遗 我女儿和我外甥 是天生的一对 她们的母亲 出生于同一贵族世家 她们的父亲家 虽然没有爵位 可都是很有地位的名门世家 她们两家都有巨额财一财 两家亲人都一致认定 她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谁能财产她们 你这个小女子 一无门第 二无贵亲 三无财产 却要痴心妄想 这像什么花 这让人任无可忍 你要是有点自知之明 就不会想要背弃自己的出身 但是 作者对婚姻有自己独立的看法 他明确划定了 婚姻好坏的标准 在奥斯林看来 不幸的婚姻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 像柯林斯和夏洛特那样 她们的婚姻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夏洛特本是一个聪明的女子 在限定计程权的背景下 为了将来有一个意识无意的归宿 选择嫁给了庸俗愚蠢的柯林斯 尽管婚后感受不到甜蜜的爱情 却享受着婚姻带来的安稳 大概因为能有机会撇开丈夫 单独带人参观的缘故 她显得万分高兴 房子很小 但结构合理 也很实用 一切都布置得整整齐齐 安排得十分协调 伊丽莎白把这些都归功于夏洛特 只要能忘掉柯林斯先生 里里外外还真有种舒舒服服的气氛 另外一种不幸的婚姻 是利利亚和威克姆那样的婚姻 利利亚为人轻浮 感情冲动 贪恋相貌 即使已经知道威克姆 欠赌债逃跑的劣迹 已然愿意跟随她 全部呼吸自己的未来和生育 与这两种不幸的婚姻相反 伊丽莎白和简 简妹二人的婚姻 是理性的 幸福的 虽然她们也有财富和相貌的考虑 但她们更注重对方的人品德行 看中双方情谊的相投 彼此的爱慕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她们婚后生活的美满 由此我们看到 奥斯丁在婚姻问题上的谨慎 虽然伊丽莎白是作者钟情的主人公 但当伊丽莎白被威克姆的外貌和谎言迷惑 对达西产生深深的偏见的时候 作者毫不留情地 对伊丽莎白进行了嘲讽 随着真相大白 伊丽莎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深感自责 我们读到此 便会与作者一起会心微笑 赞叹伊丽莎白的理性与聪慧 第二个问题 社会现实和个人幸福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系 奥斯丁如何带领自己喜爱的人物 走出现实的困境 他选择怎样的写作风格 他笔下的人物有怎样鲜明的特点 奥斯丁作为社会的观察者 和揭示人性的道德家 没有缺点可以逃过他的嘲讽 借助讽刺 奥斯丁创作了一步步描写 世态人情的喜剧作品 他们犹如一面面镜子 照出世人的盲目 自负与愚昧 作者在《奥美艺偏见》中 着力刻画了两个滑稽人物 一个是伊丽莎白的母亲 贝尼特太太 另一个是克林斯 奥斯丁在小说中 自己评论说 贝尼特太太是一个智力贫乏 咕噜寡闻 喜怒无常的女人 因为嫁女亲切 完全活在自己的一生情愿当中 每遇到一个有钱的单身汉 她便将其视为自己 某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所以小说开头提到的 有钱的单身汉 总要娶为太太 这个举世公认的真理 其实是以贝尼特太太为代表的 当时的母亲们秉持的真理 而且真理的内容 不是有钱的单身汉 着急娶太太 而是太太们 着急把女儿 嫁给有钱的单身汉 与贝尼特太太不同 克林斯 是个极自负与自卑于身的蠢汉 她一方面 对自己的恩主 德布尔太太 唯唯诺诺 激进逢影 另一方面 又在她人面前自命不凡 生活在望着尊大的幻想中 她向伊丽莎白求婚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高高在上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奥斯汀的讽刺艺术 不仅仅表现在 某些人物的喜剧性格上 同时也表现在 取得喜剧性情节的处理上 主人公达西 鄙视贝尼特太太 和两个小女儿的粗俗 不愿意好朋友 娶这家的女儿 可后来 恰恰是她自己 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 先向伊丽莎白表白 还有达西那个不可一世的姨妈 德布尔夫人 她想让达西娶自己的女儿为妻 当听到达西 忠义的是伊丽莎白 便气势汹汹地 找了伊丽莎白 强行要求她退出 而恰恰是她这样蛮横的行为 起到了互通 两个年轻人心意的作用 粗俗的达西 和伊丽莎白的结合 奥斯丁的讽刺艺术 主要通过对话来表现 对话是奥斯丁小说 刻画人物的最重要的手段 并有力地推动了 故事情节的发展 同时 作者对人物的观察与批判 也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 伊丽莎白到内瑟菲尔德 看望有病的姐姐 听到宾利兄妹达西 谈论对女性的看法 他们认为 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 唱歌 绘画 舞蹈 以及现代语言 除此之外 还要注意仪表步态 嗓音语调 谈吐表情 达西接着补充道 除了这一切 她还应该有点真才实学 多多些书 增长聪明才智 面对达西 和达西口中描述的 对中产阶级女性的刻板印象时 伊丽莎白勇敢地辩博说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 我可从没有见过哪个女人 像你说的那么全面 既有才干 又有情趣 既勤奋好学 又风衣优雅 奥斯丁对女性真实形象的维护 体现她对男性视角的质疑 对社会正统价值观念的判例 书信 是这个小说的 另一个重要的叙述手段 出自印象 是书信体的形式 经过反复修改 书信不再占据大量篇幅 居然弥补了对话的局限 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 人物的内心 满足读者 对情节中作者设置的 悬念的好奇 达西求婚失败后的偿性 让我们看到不善言辞的达西 内心对伊丽莎白的心意 同时帮助我们看穿 或者说 向伊丽莎白看穿 威克姆的谎言 威克姆与黎迪亚结婚 背后的实情 使得有伊丽莎白的舅妈 负责在通讯中向她揭示 这种手段 延续了18世纪 书信的小说的形式 但是这时 对话成为叙述主体 书信变成了辅助手段 减少了作品的情感因素 凸显了现实主义的写的手法 奥斯丁在小说中 发表了她对事态人情 最深刻的见解 微妙微笑地刻画了 各种人物的性格 语言生动 惊炼 俏皮 灰谐 而在主人公 伊丽莎白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奥斯丁 对女性最真实的期待 在柯林斯 向伊丽莎白求婚的场景中 柯林斯认为 若不是她 施恩相助 凭伊丽莎白的财产 是不会有别人向她求婚的 而且伊丽莎白的拒绝是 仿效优雅女性的惯忌 欲勤故纵 想要更加博得我的喜爱 伊丽莎白反驳说 承蒙不起 向我求婚 真叫我感激不尽 但是要我接受 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难道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请别把我当作一个优雅的女性 存心要做捉弄脸 而要把我看作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说的全是真一话 这是伊丽莎白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马文 马达里克博士 对伊丽莎白的性格 做了精辟的分析 她说 她的着眼点 总是复杂的个人 直到而且能够进行选择 她自己的骄傲 在于她处于观察 分析和选择的自由当中 她老犯的一个错误是 她忘记了 即使是对于她自己 可供选择的领域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婚姻 而这种选择 又要遭受一个 贪得无厌的社会 造成了各种强大 又是麻木的压力 奥斯丁自己也特别喜欢 伊丽莎白这个人物 认为 她是一切小说中 最逃人喜欢的一个人物 我们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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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